三级警戒延长 宅经济可能又要爆发了 尤其又以食品类最热卖 有冷冻生鲜业者 这段期间他们业绩就增加了三倍到四倍 我们也直击后台的仓储 他们靠半自动设备加速出货 而面对这阵子宅配爆单 也靠着分流和不同的业者一起合作 让配送状况恢复正常 拿出篮子里的冷冻食品 检货扫完条码相对应的箱子就会亮灯 由旁边同仁放到里头 分工合作加速流程 这个箱子都代表是不同买家的订单 而只要拿着这个商品扫描条码 就可以快速知道是哪一位买家买的商品 只要箱子里该装的订单商品通通到位 就会在平板上显示 交由旁边另一组人里风箱出货 三级紧接下宅经济爆发 尤其冷冻食品保鲜期限长 当中以鸡腿排 牛排跟烧肉片 成为销售排行前三名 这段期间业绩暴涨三到四倍 也因此半自动化减货设备 加快出货流程 总量减货系统 让我们的能力可以节省60到80% 出货速度可以提高两到三倍 而这些热销顺鲜食材 通通都会放在零下20度的冷冻库里保鲜 就连配送也得维持低温 面对近期宅配爆单 甚至曾经一度暂缓低温包裹配送 原本就是契约客户加上宅配分流 让目前已经回复到北北桃三小时重达 以及其他县市24小时到货 我们其实目前有搭配不同的物流 像是我们有做三小时的机车快递 那我们还有搭配我们的黑猫宅配 还有超商取货 所以我们把不同的订单 做一个分流取到出货之后 可以降低我们单一渠道的负载度 动动手指就能下单 网页上也随处可见各类商品讯息 这些都成了电商拓展新客源方法之一 不过想要业绩卖得好 还是得跟疫情有紧密关系 大量的是食品保健类 3C产品变成是第二类的大宗的增加 那最后一个是生活用品 疫情宅经济爆发 不只价格要让消费者有感 还得看准需求优先顺序 才能让消费者下定买单 东森台经新闻张博祥 谢维仪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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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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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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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